不曾想过 未来的某个美丽日落 静静的你会想起我 一生变成船风轻滴 花香的诱惑 岁月长河 冬去的浪漫还是悲歌 谁指引柔情像般烈火 我相信心中的阳光 永不会陷落 永恒的心在时空穿梭 生死抉择已经无路可躲 但是爱不能躲 永恒的心与怀梦交错 生死抉择早已有不得我 我听声在此刻 离正 行了 别客气了 我就是来穿穿门子 冒陈让我来看看你们的地图 那能含糊吗 你汉青是接了我们一三军团前提司令的 咋了 三军团地图咋了 别提了 全市清末各省测毁局的老牙伙 描述简单不堪使用 你们这儿都怎么样啊 一样是的 我正发愁呢 从这地图上看的 这个九门口已有地区 哪有关口哪有进关的道路 是一概没有标定 这怎么弄啊 进攻计划难道说是盲目制定的 看来是沾不上你们的光了 瞧你说的 你们那儿现在是常山赵子龙再生 还把我们这个凡夫俗子这儿沾光 你这不是抱着金饭碗讨饭吗 我发现你也够损的 两盘排剧兜你将能选赢了 你还有什么不乐意的 就是啊 你这叫得了便宜卖乖 尽闲度能 现在咱们义军团毫无风度嘛 你有风度 我也看出来了 你们俩 一个红脸一个白脸 一根腾上俩老窝卦 走了 别走别走啊 马上就开饭了 一起喝点小酒 要不就没机会了 是啊 你这前提指挥 这不得跟下属喝喝酒 官兵同乐同乐 对不对 陈医 你回去跟郭军长说一下 我晚点回去 你看看 你看看 小老弟啊 你是怎么混的呀 你这 你这军团长在外面喝点小酒 还要跟副军长请示 这 团结 走走走 喝酒走走走走走走走 朝阳热河方向 李锦陵张宗昌部队 还有 吴俊申的两个骑兵军 都已经打响 山海关九门口 作为对峙作战的主战场 完打一点有力 如果朝阳热河方向 能够先行信允执行主力 让他们两面不能相顾 我于明日凌晨发起攻势 将十分有力 报告 张军团长呢 他说他晚一点回来 我要的地图呢 带回来了吗 义军团的地图 他妈的 我就知道他们不能给 那两个王八蛋 是不是又拉住 争取团长喝酒了 地心地物不清 将给你处事 新兴托团的手工 带来难度 无法骑兵制胜 顾不了那么多了 凌晨六时 山海关正面必须打响 射我 一半 准备 放 二半 准备 放 射我的门 冲啊 往前出 不是后队 给我往前出 都他们给我回去 谁推我杀谁 闹住 规矩 我光报城在此毒战 你处事心退 我就杀你 兄弟们 都他们给我站起来 站起来 看过你们 哪都没有点身犯的精神 谁我冲上去 跑坏死的镇头上 杀 杀 快杀 抬起砲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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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不会打仗了呢 还是他们越来越会打了 什么情况 杀 我听说吴佩甫有北京冲车 刚刚到了上海关 我说嘛 吴佩甫到了对面 难怪这么难打 老楚的团差不多全晚了 老楚呢 老楚还活着 我让他去张庭叔那边了 宜军团方向怎么样 韩联春那边比咱们也好不到哪儿去 被执军打退了 还好我刚给他们送了一张图去 图 我刚从日本参谋那儿弄来的 日本参谋本部秘密绘制的 五万分之一 你看看 这九门口 绘制的多细致 至少有四条口子是咱们事先不知道的 每一条都有阳长小道直通关内 我刚刚呢 已经派人把图送给杀林春了 他正在调整布置 至少能夹三条以上的进口 报告长官 有电话 真有意思 我让你去向他们讨图 结果 是我 有消息随时汇报 什么 真的 那恭喜你了 你自己跟他说吧 江灯卷的电话 秘军团 刚刚把九门口给打开了 好事啊 喂 是我 太好了 果然是从侧翼的黄土领突破的石门寨 看来我送过去的地图拍上大用场了 我很高兴 祝贺你啊 老江 哪里 哪里 举手之劳 我不是客气 我能抬什么功啊 你们记住 一定要尽量地站稳石门寨 向九门口方向发展 对 执军一旦失守九门口 必将崩盘 好 好 老蝉 我突然有个想法 既然山海关如此难打 而九门口方向有所突破 我们能不能就此改变一下布置 就留一个旅固守山海关正面 把其他三个旅都拉到一军团方向去 就九门口一个方向打 快 站上 快快快 快点 快点 都跟着 快点 毫无隐蔽可言 执军在山头上看风景了 快快快 跟上了 快点 告诉你们团长 就是我说的 到地方交接完之后再开饭 明白 还有 交接要戏 别让义军团的给耍了 是 去吧 毛辰 能展开吗 你以为我愿意过来凑着一个热闹 韩清 快点 我郭毛辰什么时候这么丢过人 好久门口来让他们看笑话 山海关自己打开 跑这儿来占那些王八蛋的慌呢 你都干啥 都干啥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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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他们一军投的大国饭去 小心小心 来 让一下 让一下 二位长官就别为难书了 通报一下 什么话都听不进去 不是 我们真有情报 你们通报一下好不好 我们有情况 老褲 茶壶啊 我们好不容易找到你的指挥所 这怎么还不让进啊 你们要干嘛 能这么干嘛 接受任务都挤山沟 要吃没吃要喝没喝 到这还不让进 过来 过来 张公子啊 没让你进去是好事 里边都炒上一锅粥了 你这会儿进去 没人给你好脸子看 听听没 感情咱请示作战 还请示出毛病了 不是 这里边到底发生什么情况 事倒不大 涉及一名团长 一名营长处分的事 郭教官跟江桃寒头 就差没动手 一边撤团长 一边撤银长 这才合并作战多活 就这点是至于的 来 来点水 来 吃一个 吃 走啦 长官们 吃饭了 来来来来 吃饭吃不上 快来 来 来来来来 老姜 来 好 行啊你们一群团 够阔气的 还有肉吃呢 肉算个屁 这会儿 就是把杆掏出来 人家也一样闲兴气 我不吃了行吗 我还就不信了 离了你姜某人的云才 你天哪还不下雨了 冒山 冒山 你这何必呢 冒山 去看看 给他弄点吃的 是 你江登选是不是脑子有病啊 你好歹那孙文东做个参军 就这么大点气量啊 不是不是 是我没气量还是他没气量 我的团长 他凭什么说除非就除非 他那是内疚 没打下山海关他憋屈啊 他憋屈他凭什么跑我这儿发火啊 我不是这套 貌臣也是有点过分 他是来支援我们的 那就应该干当配卷 配卷 我江登选八辈子没见过这种配卷 一进门就一指气势啊 我都不明白 你说这些年小老弟你是怎么熬过来的 你们俩这么大岁数了还有完没完 小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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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富军长把人带回去了 郭富军长把人带回去了 祝了 有没有 有ήθη 可 小帅 不是 现在 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国家国家如果这样是犯了军阀的 要军阀审判呢 程业 你先给我备车 你在这儿稳住他们 少帅呢 找郭伟子去了 你看看 少帅把郭松林都宠成什么样的 行了 少帅也不容易 走走走 整一口去 别生那么大气 好 谁腿娘让你把部队拉回来的 郭军的那儿下来命令 你不知道 老郭他人呢 我真不知道 命令是电话通知的 通知全军 原地待命 是 传令兵 好 通知全军 原地待命 是 手在这儿 太困了 谁也别来打扰 好 好 好 dispute 好 好 好 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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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警察长 见着郭副军长了吗 说话 见着没有 快点紧点啊 在隔壁村子里 郭松霖 卯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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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奇了怪了 你怎么能找到这儿来 穿好衣服 我们来院里的 所有人 离开这个院子 周围师律不许有一个人 是 你怎么能这么干 你是我的教官 岁数比我大 你自己说 你为什么要这么干 大丈夫 我咽不下这积累之事 那你也不能这么干啊 军队这一套你不知道吗 你就是再委屈 再使性子也不能这么干啊 我也不想这么干 我郭总理屋檐底下 我不愿低几个头 我是你的学生 我比你年轻 我是你的后辈 我什么都听你的 可是这件事 这件事不同了 我现在是你的长官 你是我的部下 我问你 你心里还有没有我 你认不认我这个长官 你别拿刀子捅我 哈基 我怎么不认你 我什么时候不认你 这不是我们俩的事 你这么说 我很难够 我真的很难过 可你有没有想过我 我多大就跟你在一块儿学习了 十八岁不到 多少道理 多少疑惑 怎么做人 怎么做事 怎么立志 怎么实现民族理想 这上头我哪个不听你的 可你今天这么干 你让我这个做学生的 实在是太失望了 都说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 都说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 可这个天职在我这儿 你怎么就不认了呢 郭某晨 我走了这么多路是找你解决问题的 你说 咱们解决 你不说 那我说 我今天来我身上什么都没带 可你身上有枪 你现在要想把部队带走 就先打死我 怎么 怂了 我告诉你郭宝辰 你现在只有两个选择 让我先打死我 让我服从命令跟我回去 韩清 韩清我做不到 山海快被打开 到人来把我毛膏子收拾 我该怎么办 你说我现在该怎么办 我郭某晨 从来没这么给你丢过来 这回脸丢大 三八旅的脸丢尽了 把你张韩清的脸也给丢尽了 冒陈你哭什么呀 你大老爷们儿你哭什么呀 我张学良这辈子谁的眼罗我都受得了 可非都就是你 你是我的老师啊 你知道你在我心里是什么形象吗 你能不能别让我瞧不起你 你 我现在就想找个地方死去 我无言见人 我郭某晨无言见人 你让我找个地方死去 简单的 想死 你不是说你对不起我吗 你不是说山海关没打开吗 那你给我滚回到战甲上去 你给我拼命打 要死你给我死在战场上 好 我死到九门口 我死到九门口我去 说定了 说定了 三个力全不掉头 拼了命往私里打 弟兄们 冲户 又是 你还能 kiss 你还没死 你还没死 你还能解脱 咬什么 可爱 不 对 你们 你还没死 司令官 郭松林的四个团 突破了九门口防线 长驱直入 已经切断了直军主力后路 这个地方的防线呢 好 这火鬼子 侦探娘的又可戏又可爱 他一发火 煽动地摇了 看来 江登选韩林春的告状店来早了 还是六子稳当 六子 怎么能给这种人好啊 冯大本人 学成啊 我说谁这么大胆子 敢找我要飞机飞俯仙 原来是你小子 上校了吗 别喊着我啊 你老哥都将官了 我那堂哥更邪乎 到军团长了 怎么不碗饭呢 我这肚子还瘪着呢 走 走 上这个 让 坐啊 坐 对不住了啊 我这儿没酒喝 我逢庸如今是三不正策 不吸烟 不喝酒 不争官 为什么呀 天下且得乱呢 我就不凑这个热闹 乱好啊 乱你才有机会是不是 你说我吧 东京陆军大学回来 坐着小小的未得营者 盼星星盼月亮 好不容易咬上第二次奉旨开阵 你去那儿干什么呀 我那哥哥瞧不上我 从小就没瞧上 这你知道 可是他瞧不上我 有人接受我 张东昌够意思 一出手就给个旅长 老帅知道吗 知道 他当着我输入面给他 我正好进门给他上查 你也是敢瞧了 我们王公处啊 昨天刚开通了 复兴的空中交通 我给韩清说 杀人这事我可不干 我就替他带拐飞机 你还真看不红尘呢 你不打仗以后 你怎么生啊 我不是那种人 下水思命上岸思彩 不是我说什么 瞧瞧人家可都快上将了啊 我就不信 我跟他一个爷爷 在他们上校 二十几岁就生旅长 在别人看来 已经是奇迹了 你也这么看我 我怎么看你重要嘛 赶紧吃饭 去府县的飞机 已经上跑道了 我得先走了 你哥在关内 已经得手了 我得拍几架飞机 测透热闹去 太惨了 别看了别看了 兵败如山倒 十二个师教我们围住了 六万多人投降 焉能不惨 吴子夷这回是真晚了 冯玉祥北京政变 曹昆被囚 二十万大军全部崩溃 所以啊 人不能得意忘形啊 我听被俘的执军将领说 执风都开火几天了 吴佩孚才珠南海点兵 六十名将领 等他半个小时 他才出场 穿了身子仇驾傲一身白骨 调了一只卷焰 携身躺太师以上 你看看 这德卿哪能胜嘛 胜了才怪呢 董王 哪能osa 这骨头 风天投 Prestign get them 老帅给您通电话 大帅吗 听见了吗 听见了听见了 大帅 是俺是俺 俺是你的部下 长总长 我听说你狗人的最近发达了 是发了点小词 那也是妥你老的福啊 我听说你小子比我老张还富了啊 你老别听他们侠让让 不多 真不多 俺老张一摇押也就扩变了五个军 五个军 骂了个八字呢 五个军还不多啊 这军算不了我啊 大帅 俺正在 听候你的命令 你让俺吵懂 咱绝不吵醒 你等着我见了你的面 我得好好吹你一顿不可 大帅啊 你随便吹 大帅 马里又端了 王八蛋是个张总长 张司令 少帅来了 青黄岛过来的 让咱拒车接一去 接接接接 赶紧接 用那辆港能闹的放弹车去接去 快点 是 少帅来了 好 这有事儿就好 是 薛政天临 死了 走走走走 你哥哥一会儿就到 等会儿咱们一块儿垫下去 我不进去 我不进他 不至于 仗打得很好嘛 也就是君记差点呗 君记差点不要紧 就是让人家给高了 高了也没事 就是别让人抓住收脖子 我也是看那些官兵们听卖力的 放他们两天战场下慰劳慰劳 先帝年少缺少胜伏 冰师摩个 就是用胡宝拆浪 什么时候 都得奔紧了手里的天脸子 你可以喂肉给他们吃 就是别撒脸子 谁怎么跟我有场 哪儿都不去搞 偏偏搞到我那个 做前提司令的哥哥那儿去 请接双逢 见一妇女 不光是咱们一个女 请不吝点赞 人家想过去 你说不叫我 听吗 你说不叫我 这是说不叫我 你不叫 你不叫我 我叫你 你这儿 我叫你 你叫我 我叫你 别咋 和我 长腿 你这儿的忠孝参谋 都当军长了 手扁的不对态度啊 拿着兔子打浪用 这奸章是怎么回事啊 没有现成的奸章 倒是拿西博纸临身护城的将相啊 也算是发明创造 发明创造啊 谁那么个意思吧 这不都等着你锦岳司令部追出的吗 得抓紧办啊 得抓紧办 西博纸算怎么回事啊 抓紧办 明白 我们回去就办 好不好 好 张学成张旅长啊 请他出来见我 请他出来见我 人哪 学琴学琴这数百数顿 还那么忍人 这事就别 别别什么 亲兄弟才有名孙长 林云县的乡民把状址都告到我这来了 军法处已经核实 我已经亲自签字 剥夺了张学成旅长的职路 这事儿 你张宗昌帮我转告一下 转告一下 好 喝酒 张宗昌李锦玲 一下子变了五六个军 真是脚快手快心眼快啊 哥哥都发了 哥哥都阔瘦得很 可这一路上的仗都是我们打下来的 好处他们都落下了 我也在想啊 到底是个什么道理 我跟你讲讲是什么道理 说有个县令正当堂审钱庄抢劫案哪 所结银两作为赃物 乘汤放在县令的审案上 有个过路的财迷大摇大摆庞若无人 走进大堂 将岸上的银两扫了就走 先领金堂木一拍说 你好大胆子 咱拿了银子就走 难道你没看见这儿有人吗 那财迷怎么说 回老爷的话 晓得眼里只有银子 道也形象 你说张宗昌这种人 眼睛里面除了婊子飘子 还能有什么 国家前途民族命运 个人的理想道德 他们都没有 直接奔着权力地盘和利益就去了 东走当然比谁都亏 那不行啊 这不是让好人吃亏吗 我的二团长是第一个打进秦皇岛的 一个团俘虏了一万多人 这是多大功啊 要是论资排班论功行赏 那他得做个都统 那我得为他据理力争是不是 这种例子咱们第三军团多了 可是你据理力争的那个理 没人搭理你 不会吧 这要连理都不讲了 这不就乱套了吗 你怎么还这么幼稚 还没看破 我就问问你 如今的奉天是谁在制定的 他们制定的理才是理 照他们那个理 投机酸赢者鸡犬升天 诚信使用者清汤寡水 不信你就等你 会吗 我的话只能讲这么多了 回到奉天你自己看吧 准这样 你不是他们那一波的 好处能给你 那我不管 既然我爸让我负责统帅 在这个新晋成立的金玉司令部 那我就得论功行赏 要不我怎么当这司令官啊 韩清 这一路走来 许多年有一层意思 一直埋藏在心里 始终没找这机会给你点破了 哪层意思 你就直说 你张汉清必须尽快承受起来 不只是作为军事首领 而是作为整个东北的政治领导者 你都必须尽快承受起来 停止内战强兵欲武 真正肩负起真心动别的重人 不讨论了 无论你领会了多少 你心里有数就是 韩清 对了 一会儿我那个礼品的车到了 你帮着搬一下 你还带什么礼品 那得带啊 这谁都看着你呢 不能空车车回来是吧 人家都说你打了一场大胜仗 光俘虏就六万多 那得发多大财啊 咱这各房的妈妈 还有我这兄弟姐妹们 怎么不得背点玻璃啊 我不是这意思 我意思是说啊 人家张宗昌李景林的礼品 一个月之前就到了 连只在外围悄悄边谷的 吴俊生余兰州 还一人背了一车战礼品 你说你们这头等功臣怎么弄的 别什么好东西 都可自己兜里穿 亲爹妈都别了 你爹昨天可说了啊 196的空门 那你跟我说说 他们都送了些什么东西 字画 古丸 那半人高的夕阳中 明代的大花瓶这么大 一人多高 那首饰项链 从店里直接拿的价码 都在上面 你说说 完全被比下去了 你就跟我说 你那车上都是啥 天津大鸭梨 秦皇岛干海折头 还有小站金百米 快进去吧 他们看的是你这人 把我那礼物搬上来 放 放心吧 苏俄外交代表已在奉天选址 确认苏俄助奉总领馆 下月正式开馆 随 东三省交通委员会设立 王勇江任委员长 随 已被下令枪决的 第五军一旅旅长 赵炳良不服逃兵罪名 请求最设议的 不 张宗昌发表锦州打到天津 经过通电 申请大帅越士 我看 我还不知道庆史捉到在比的 他张宗昌打 打仗二等 春牛皮他是一等一 好了 一项一项好好落实 是 好 我看看我这小孙子 来 让爷爷吧 睡着了 睡着了 爷爷抱就醒了 爷爷抱抱不行啊 爸 我拿回来那条尘您看了吗 就是我从天津带回来那份 你怎么有野心啊 我有啥野心啊 你太年了想当总督了 是升任张作相为直立勋乐使 我做直立总督 当然了 也不是我做 是给冒陈做 这一路他功劳太大了 所有的仗都是我们打下来的 您不能别人都升官发财 唯独亏了冒陈吗 他当 不还是你当吗 你想干啥 学会给老子讨官要官了啊 现在这世道 投机者得意 正直者受气 我不讨不要 不也没人给吗 好 来来来来 来来来 身活活 你懂吗 书者亲 亲者书 不 这礼物谁发明的 杨玉廷吧 你甭管谁的主意 我定的 我果就得这么分 爸 我分不分得都无所谓 可人冒陈这一路的仗 都是人家打下来的 你说咱们也得给我点面子吧 这手上没把米连鸡都轰不住 让我以后怎么指挥人家 他是君子啊 君子寓意义嘛 怎么那么俗气啊 非得又把米哄着啊 过来 这是姓郭德刚刚送来的 他反对我派兵向南发展 说我是老米伤财 你看看 我们在东北有这样大的地方 经济富数 人口有三千多万 尽够我们干的 这次进兵关内 既已打败了曹吾 以足血当年之耻 若在驱兵篮下 胜则成为众师之地 败则徒损老教卑民 不如穷居关卫 趁机关变 仰金蓄锐 再谋一桶 他只不过提醒您 不要齐胜不顾家 一个大将军不专于他自己打仗 却对他的统帅策略说三道四 那也过于血病自重了 很危险 你的部下杨雨婷天天在这儿聊战略 他就不危险了 冒陈说这么两句就危险了 有这道理吗 杨雨婷的策略不就是我的策略吗 你不要老是拿他来判笔啊 笔都不能笔了 我管不了你的部下 你也别管我的部下 站住 你的部下是谁的部下 太狂妄了你 你想反了你 随您怎么想 好 混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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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我相信心中的阳光 永不会陷落 永恒的心在时空穿梭 生死抉择已经无路可躲 但是爱不能躲 永恒的心也还能交错 生死抉择早已有不得我 我停下在此刻 在此刻 永恒的心也还能交错 永恒的心也还能交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